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马修波廷格先生的中文名字是叫博明 博明这个中文演讲视频一出 立即在全球华人社媒圈刷屏 这不仅是因为美国高级官员第一次用如此之高的中文水平演讲 更是因为他所提到的至少三大中国历史史料 刷新了许多华人对五四运动的认知 听完博明中文演讲 许多华人网友坦率表示自愧不如 那么这个演讲谈到了哪三大连许多华人都不知道的中国历史大事 作为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这样的高官 博明为什么用中文发表演讲 谈中国的五四运动 今天的网络博弈就带您去详细看看 听众朋友 博明这个20分钟的中文演讲 是他在美国白宫提前录制好 在美国维基尼亚大学有关动荡时期美中关系 和中国五四运动意义的视频研讨会上播放的 这次活动恰好是在五四101周年之际 我知道这是个很好的切入点来展开从美国的视角 讨论关于中国的过去和现在 那么五四运动中国历史教科书 强调它是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 由海外微信网友表示 从博明的演讲第一次得知 美国政府在五四运动三年之后 帮助当时的中国政府收复了被割让的山东半岛 来听听博明中文演讲片段 1919年的五四一次大战结束 北京数千大学生聚集在天安门广场 抗议中国在巴黎合会上受到不公平待遇 西方国家为了安抚日本帝国 将德国在山东半岛权益转让日本 游行到天安门的学生高喊 还我山东 拒签法尔赛条约等口号 警察强力驱散示威人士 正如政府关闭和平表达的途径后 经常会发生的那样 一些学生诉诸暴力抗议升级 一时到米院沸腾 中国政府拒绝签署凡尔赛条约 三年以后在美国的帮助和侨庭下 1922年在华盛顿海军会议达成协议 中国收回了山东 然而101年前的今天 学生们发起的运动 意义远远超越了对不平等巧约的民族主义的奉慨 它激励了对中国人民对现代化的探索 博明在中文演讲中大谈 中国思想启蒙家胡适的巨大作用 他说胡适当年推行白话文运动 遇到抵制反对的观点就说 中国老百姓不配有民主 那现实说明中国人不配有民主是一派胡言 有网友表示 以这种角度谈胡适白话文之影响 还是第一次听说 来听听他怎么说的 胡适贡献给中国人最伟大的礼物是语言 白话文 之前文言文还有试字本身主要由少数政治精英和读书人掌握 他们最大的愿望是终局 读书不是为了普洛大众 与此相反 普世认为文字应该反映人民的声音 而不只是记录先贤 是什么时代的人说什么时代的话 他推广白话文 却信文字要普及 事后看来 普世推广白话文的意义是如此之明显 以至于很容易忘记 这在当时是革命性的想法 曾引起过极大的争议 北京大学的儒家学者和西方文学教授 顾鸿鸣 嘲笑扫盲 他在1919年8月写道 想想四万万人九成四次 结果是什么 想一想在北京苦力 马夫 司机 剃头将 店小二 小商贩 猎人 蓝汉 流浪汉 都有文化 同大学生一样都想参与政治 我们的美妙处境会怎样呢 这种精英杀文主义 一直阻碍了五四所拥护的民主理想 胡适运用他所推广的白话 巧妙地反驳了反对全民社会契约的论点 胡适说 民主的唯一途径就是民主 政府是一门手艺 需要实践 听众朋友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美国自由亚洲电台专题节目 网络博弈 小安主持 请继续收听 那么除了胡适以外 博明中文演讲还详细谈到了 另外一个张扬五四精神的人 那就是1947年联合国安理会中的 中国代表张鹏春 当时同时担任联合国人权委员会 副主席的张鹏春 参与起草了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 这段重要历史在中国国内的网络文字中基本找不到 因为人权本身在中国就是一个敏感词 来听听博明中文演讲怎么说 五四运动的邻军人 张鹏春拿到奖学金到美国留学 出于对戏剧的爱好 他第一个把花木兰改变成为舞台剧 他把西方话剧介绍到 雄长资助的南开大学 再把名诞美兰芳邀请到美国演出西话的金剧 中国的传统道德修养和严格的教育理念中 张鹏春看到了可以与西方思想 将结合而形成新事物的优势 这最重彰显了张鹏春的最高成就 对世界人权宣言的决定性贡献 这份宣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由罗斯福夫人主持的国际专家小组起草的 代表中国的资深外交官张鹏鹏春 是该小组的成员 宣言的目的是通过道义上的要求 使政府尊重基本人权来防止专制和战争 宣言在联合国通过后的短短几年 对中国缺乏民主感到沮丧 张鹏春辞去了外交官职务 因此有海外微信网友说 要不是博明的中文演讲 普通中国人谁知道张鹏春呢 张鹏春和胡适都知道 中国人不适合民主 不过是一派胡言 是最不爱国的论调 今天的台湾就是鲜活的证据 1998年至2005年期间 博明先后担任英国路透社和美国华尔街日报驻北京的记者 报道过中国的非典 获得过普利策奖的提名 曾因为要调查中国公司向其他国家出售核燃料的事情 在星巴克咖啡厅被中国政府的打手迎面打了一拳 遭受类似的骚扰 熟悉这段故事的推特和微博网友说 博明曾被赵国国保殴打 被社会主义毒打过 那美国油管网上有中文网友表示 听完博明演讲热泪盈眶 有的说作为中国普通公民好感动 说要到推特网上去找博明赵号去支持他 说中国人都被独裁奴役的太久了 有的网友说 中国国内的平民百姓哪懂得这么多呀 他们的思想还是停留在 美国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 也有的说 美国精英比中共那些小学生不知高几个档次 还有的网友表示 博明演讲真是深刻的演讲 很多让人思考的东西 可惜大多数中国人根本看不到 墙内基本被删干净了 旅据美国时事评论人士 活跃推特网友一键飘尘先生 在接受我们采访时 这样谈博明这个中文演讲 在华人圈引起的反响 共产党对人的洗脑的重量是非常强的 美国对中国的友善 对中国的帮助 美国做了虚择的这些事情 在共产党它不放上一几 给劳北京就被它洗脑了 听到他讲的有激励的作用 对中国人这种文化呢 是有一个正面的影响力 对海外的法院权肯定是有作用的 它如果能传到中国大陆的话 也是有作用的 但我只是说它传不进去 都被屏蔽了 那么博明作为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 为何要用中文发表演讲呢 他在维基尼亚大学研讨会上 用英文表示 25年前他在北京学中文时 就读到了中国知识分子 100年前发表的文章会集 100多年前 中国知识分子 对中国政治前途的讨论 比现在要多元化得多 他说 现在也许是因为 中共政权的严格互联网控制 人们需要很费力地 去寻找思想的涌动和挣扎 怎样让中国更现代化 有关政府和人民之间 怎样互相影响 怎样建立以公民为中心 这样的讨论很难找到 博明先生说 他之所以用中文演讲 主要是对中国社会 缺乏多元化的观点的现状 感到震惊 他说 正像李文亮医生所说的那样 一个健康的社会 不应该仅仅有一种声音 不论是在中国官方媒体宣传之下 还是受中国策划操纵的 社媒舆论环境下 有时很难辨识噪音 在这些中国知识分子一百多年前 就为之奋斗的话题上 中国社媒空间 现在非常缺乏不同多元的声音 但在其他众多问题上 则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声音 只有在政治 中国的现代化 历史这些话题上 没有多元声音 所以 博明先生用中文演讲 谈中国的五四运动 是想与中国和全球的朋友 进行一些讨论 他在演讲中 把有新冠疫情吹上人支撑的 武汉中心医院眼科医生李文亮 称为是五四精神的继承人 总之 博明这段中文演讲 提醒中国内外的华人 重新思考一百多年前 中国知识分子思考过的问题 那就是德先生 赛先生在哪里 中国怎样走向现代化 怎样走向民主 最后我们来听听 他是怎么样来结束 他的中文演讲的 胡适的百话文 难道不是针对 自觉了不起的贵族吗 难道不是对 传统权力结构的宣战吗 不是要在中国建立 民为众的政府 而不是打江山做江山吗 世界将等待 中国人民最终提供的答案 好的 这次网络博弈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今天我们播放的 博明先生的中文演讲片段 是来自美国维基尼亚大学 米勒中心 油管网视频资料 我的推特脸书账号都是小安 欢迎大家在网上 转推我们的声音文字链接 谢谢收听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